在中国 接受组织调查的意思是被中共纪律检察机关积压接受讯问 8月18日下午 中纪委网站发出一则只有一句话的公告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 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天津港发生危险品储存仓库大爆炸的原因 目前还不清楚 大爆炸灾难使中国公众对中国安全监督问题的担忧进一步加深 杨栋梁担任局长的国家安检总局是中国负责监督管理危险品储藏经营的政府主管部门之一 另外 从2007年到2012年 杨栋梁还长期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政府常务工作 中国官方媒体早先报道说 这次天津爆炸所牵涉的企业瑞海国际物流公司 没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这一报道目前还不能得到独立的证实 发生爆炸的仓库储存着剧毒化学品氢化钠700吨 目前还不清楚杨栋梁的落马是否与天津大爆炸有关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